好 現在就這個 中研院士陳培哲 一路以來是綠油油的陳培哲 當然就是我覺得 學者還是有一些良心 我突然發現原來台灣 還是有一些有良心的人 才讓我好感動 你知道 他就說這個疾管署 其實就是高端的股價超壽 確實啊 因為高端 從一股來 我不會有查資料 32塊 32塊 一路漲漲漲漲漲漲漲 這比台積電還厲害 十幾倍 對 然後呢 而且重點是 他在從後來他去年 不是過期銷毀之後 他就一直都那個營業額都掛蛋嘛 掛很多很多蛋之後 突然 哎 股價又起來了 那你說這個疾管署沒有在幫他 好嗎 很難講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合理懷疑 就是疾管署其實就是高端的股價超壽 而且他們還是同一家公關公司 的這個出品的嘛 對不對 對好 那所以現在人家 中研院的院士 只不過講了一個實話哦 哦 不行啦 不行 對 疾管署 黨不接受 疾管署生氣了 疾管署說怎麼樣 這件事情是不實的 哎 先說陳建仁 陳建 劉志廷心的陳建仁 他說這個是莫須有 玩弄法律 法律文字啦 對 這些人很會 墨許有 待會再跟大家報告 好 來墨許有 然後呢 這個 呃來我們的衛福部 衛福部好 衛福部就說囉 衛福部就說等一下 有個資料太多了 你看看哈 衛福部王必勝 王必勝就說 你看嘛 之前你們不是都有去告嗎 63個案子都查無不法都簽結了嘛 所以這就是不實訊息啊 那你們這樣子 這樣子對不對 說什麼快篩國家對虛有其名啊 什麼疑雲未解呀 所以我們是股價炒手啊 不實不公平 你們這樣的訊息會 影響國人的健康安全 打啦 影響健康安全不是吧 會影響黨的民調吧 股價 股價跟 國民的健康安全 我覺得有可能 就影響了我的健康 我看著氣到你知道我差點中風 白眼翻了三圈 眼睛也不好了 然後也差點就是腦血管要爆掉 所以這影響國人的健康安全 這是什麼回答啊 我的天啊 衛福部機關署 這是什麼回答 小鳥我真是 拜託你撐一下 我受不了先喝咖啡 我是覺得確實有影響國人的健康安全 有正面的影響 因為他的爆料讓很多人警醒 原來高端有可能是一場騙局 本來就是嘛 還需要警醒 所以很多人就因為了這樣子事件之後 他就 本來大家其實對國產疫苗 我們不反對 國內的生技產業好好的發展 我們不反對去做自己的疫苗 但是你如果被踢爆說你是走後門 你是超捷徑 你想要作弊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用行動去抵制嘛 所以那時候我們都一直在看 全台灣到底有多少人 到底最後去打了高端 結果跟這個上次蔡英文得了800多萬票嘛 但是打高端的不到他這個 當上次投給他人的10%嘛 應該是不到80萬人嘛 所以確實有影響正面的影響 因為讓大家知道說哪一支疫苗我們不要選 但相對來講當然是開玩笑的說法 那本質上來講 基本上就是陪葬 你台灣未來所有要做生技醫療 要重新推動國產的時候 大家就會先入為主的認為 是不是又有黃金國際在背後要發大財 是不是又有人在背後要操作 是不是有可能又是下一次的股票的內線交易 所以大家反而就失去那個探討這個事情的本質嘛 然後反而是用負面的角度去看這個事 所以我講這整件事情最糟糕 就是你把公信力賠進去了 再怎麼樣的政府 你再希望扶植國內的廠商 你都不應該把公信力賠進去嘛 那但是我們民進黨政府就標準的就是超短線 那到底是為了誰 這個我們當然希望之後政黨輪替的時候 有重新把它清查清楚 特徵組 該解密的要解密嘛 你這會議的過程 這些東西全部都要重新還原要公開嘛 因為你只有在這個公案上有沒有 完全的去做公開 完全的去做還原的時候 你才有機會讓國家的生技醫療產業 去回到一個比較持平的角度 也就是說未來不會再有這些奇奇怪怪的黑手 在背後操控 不會有奇奇怪怪的弊端 大家可以重新相信台灣的生技產業 這個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當時去告發的哦 我現在隨便手上看 包括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去告發的是就是說 這個標案有問題 有獨職啊 我們就先不講內線交易好了 陳時中可能有圖利或獨職哦 王橫威也去提告了嘛 那後來再加上包括李德維 洪孟侃 葉玉蘭 通通都是告發像吳秀梅對不對 對就是那個那個 食藥署長 他也是獨職嘛 前衛生署長 楊志良也跑去提告了 前新聞局長忠晴也去提告了 立委成這個 鄭立文也都去告了 告的包括有蘇貞昌 蔡英文啊 還有甚至是吳釗仙 因為他們擋BNT嘛 所以這麼多的案子 林林總統這麼多人去告63個案子 但是檢察官63個案子 我真心懷疑 沒有一個案子有問題 沒有一個案子可以成立嗎 63個案子不是六個案子 是63個案子 昨天我就問那個我們的葉狀師啊 葉慶元嘛 那我就問他說怎麼會這樣呢 他就跟我說你覺得很奇怪嗎 我說我覺得很奇怪呀 63個案子為什麼怎麼可能 一個都不成立 他說因為檢察總長叫型態 哎呀不小心說出了關鍵 你奇怪什麼 他就這樣跟我講 我們做了一個這個 這個叫做民調 因為我們的網友也不見得 全部都認識陳培哲 或者是也不見得完全了解他的背景 但是昨天在這個投票就是說 因為陳培哲他真的直言 這個所謂的疫情所謂中心 就是股價炒熟啊 所以這個機關署就說 這真的我跟你講我不排除 採取法律行動哦 那就是要告嘛對不對 那請問你同意這個陳培哲的論點嗎 完蛋了 91%的網友要跟著一起被告了嗎 2.5萬人 那是95% 91% 同意的也要啊 95% 25000票有95%的人覺得說是啊 指揮中心確實就是高端的股價炒熟啊 不是嗎 對 所以你看齁這個誒那個陳院士 我覺得這個到最後也沒有 如果真的陳培哲因為這件事情被羅茲罪名 然後被判有罪的話 那我就真的認為司法就是完全被操控 因為如果我們剛剛用一個客觀 而且嚴格的標準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找到明確的證據去證明 這件事情確實是如此的話 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講說你要去抓內線交易是困難的 你只能講他弊端很多 可是陳培哲這樣子的一個客觀的評論 並沒有不合理 他沒有不合理的原因在於就是說 高端的唯一利多 他的唯一收入本來就來自於政府標案 本來就是 而且他當時也有加入審查 然後大部分有在操作股票的人都有概念 就是股票除了技術面對不對 籌碼面另外最重要的 而且大部分人都了解入門的就叫消息面 一個公司的營收 一個未來營運的展望 你沒有透過相關的新聞 相關的東西去發布的話 你就沒有消息面的利多嘛 那這個高端接到了政府的標案 那就是標準的消息面的利多 這樣的公司特別的在於就是說 他也不是一個平常大家會關注的股票 也沒有什麼技不技術的問題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消息面 佔這一支股票影響他的 這個利多或利空有極大的權重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嘛 這個跟誰評論沒有關係嘛 那再來你再進一步的往下深化的話 就是要過去這一段時間 你高端股價的大幅利多 每一次都跟政府消息掛鉤啊 所以他做這樣的評論是有所本啊 他不是憑空意測也不是憑空抹黑 是你確實發生了這樣的事 我只是重複一遍事實而已 那請問陳培哲何罪自由 請問這95%同意的網友何罪自由 欸我跟你講齁 那個63個案子都癥結齁 但是有一個案子檢察官就是 還要繼續辦下去哦 就是陳時中告吳子家造謠 哎呀 就是人家告陳時中的通通都查無不法 沒有這個實際的證據 但陳時中告吳子家這個案子 警察官就認為要繼續辦下去 所以現在還在整辦當中的是 陳時中告吳子家 那63屆那些告陳時中 告蘇貞昌告蔡英文 告吳秀梅的通通都查無證據 沒事兒 黨說沒事就沒事 對黨說沒事就沒事 那個感覺那個就是 這個我今天還特別查了一下這句話 好久沒那個叫什麼 足球啊 這個裁判求證龐證 主辦協辦求證龐證 全部都是我的人 你怎麼跟我鬥 陳時中要告的就可以繼續辦 告陳時中的辦不下去 部長陳培哲院士有說這個 疫苗國家對政府介入過身 指揮中心輪回股價炒售 這部分您怎麼看 我想陳培哲院士 他是一個科學家 但是科學家是要講求證據的 第一個我是希望他指出來 指揮中心到底是誰在炒股 把人講出來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強調的是說 中研院院士雖然是非常尊貴 但是他沒有言論能 免責權 所以他自己講話要自己小心一點 不能做這種沒有證據的 有思科學家的 這一個基本原則的這種 胡亂的指控 那如果他敢講出來是誰的話 那我們就看著辦 那會提照嗎 等他講出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很快 吃會不會太滿足 你今次還要認識